一头三百斤的老母猪被村民们吊打 甚至吊打完还把它做成了烤乳猪 殊不知 这头三百斤的老母猪 却是八百斤十人猪的老婆 就在村民们一脸开心的在歌在舞时 十人猪找上门来拼命地撞击大门 村民见状被吓得赶紧用箱子挡住房门 可这时的十人猪就像是拖了江的骏马一样 根本停不下来 大壮见状 抬枪对着窝里却是一枪 却不想这一枪彻底激怒了十人猪 直到在这个时候 村民们才看清了十人猪的真实面貌 只见他满嘴獠牙 一个怒吼就瞬间把灯全部震了个稀碎 就当村民被吓得不知所措时 十人猪突然朝着人群冲去 被着村民就是一顿私养 一个不自量力的村民还想拿割草机对付他 只见十人猪的猪牙一顶 割草机瞬间被分成了两半 警方见状被吓得赶紧爬上柱子 可还是被十人猪的猪牙顶飞了十米远 看着眼前混乱的景象 大壮直接抬枪就是一枪 却不想他的皮比防弹衣都好使 子弹打过去瞬间变成废铁 就在这时 十人猪朝着大壮走了过去 大壮看到眼前的庞然大雾 瞬间被吓尿 却不想二十年的童子尿果然辟邪 只见十人猪闻到童子尿后 缓缓从他的身边走过 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这里 身为猎手的大壮 从未受过如此羞辱 擦拭好猎枪发誓 不报此仇是不为人 随后大壮和几个警方来到森林 寻找十人猪的踪迹 决定一举消灭掉这头害人的十人猪 他们一路跟随地上的猪脚印 很快便发现了十人猪的老窝 他们走进去 发现了两只还没发育好的小野猪 为了除掉后患 大壮直接淋上不要钱的汽油 就把他们给烤了 可就当几人准备离开这里时 刚回家的十人猪 却和他们撞了一个马来